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龙爷和血糖执法队 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这么多医生都解不了毒 让我的执法队损失殆尽 放心 明晚世界上查无此人 叔叔叔叔叔 你能救救我妈妈吗 叔叔 你能救救我妈妈吗 小朋友 你妈妈怎么了 刚才我和妈妈在公园里过 突然有一群人跑出来抓走了妈妈 李洋 快帮她报警 好 不行 报警了妈妈就没命了 坏人说只有叔叔能去救 哎 也不知道你家那小丫头能不能把李洋引过来 引不过来也没关系 正好让老子尝尝你的滋味 李洋 没想到你还真来了 你要是不来 我还不知道哪里怎么办呢 谁派你们来的 我好像不认识你们吧 等你快要死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等你快要死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来 谢谢 李洋 我们来帮你了 我给你针灸的方法叫八脉通神 你身上的伤已经彻底好了 而且我向你保证 你能够长命百岁百毒不清 可是李先生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头这么晕呢 头晕 头晕 李洋 怎么回事 他怎么这么疼啊 他体质太弱 短时间内吸收不了八脉通神的好处 所以那火中烧有点神志不清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李洋 什么情况啊 只能等星火慢慢下来了 那你还在那里看 哦 对了 师父说过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那我出去了 啊 李洋 李洋 你别走 你回来 小雨 你别生气了 李洋 你怎么还没死 宋江阳 你怎么又来了 苏清雨 你爹都已经答应把你嫁给我了 你竟然还和他混在一块 谁答应你的你去找谁 李洋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你以后离我们远一点 你个贱人 你 小雨 我们不要再理会这个肾虚男了 李下班还有点时间 不如我们去你办公室吧 李下班还有点时间 不如我们去你办公室吧 好啊 亲爱的 那我们去玩点不一样呢 苏清雨 你要是敢和他做那种事 我就马上终止和清雨集团的所有合作 亲爱的 我们上去吧 好的呢 亲爱的 你上 我这鞋带怎么开了 哦 没开呀 小雨 我们走 赶紧给我起来 废话 李洋 你都把我带坏了 你再这样 我就真仇你了 我刚刚在帮你解围啊 那好吧 我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 李洋 那好吧 我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 李洋 宋教养 你怎么又来了 你们怎么还敢来 以为带了根烧火棍就能打得过我了 少废话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弄你 上 之前不是说天黑之前常无此人吗 结果呢 我看你消灭佛爷 放肆 我跟佛爷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 你是什么东西 敢打我的人 佛爷 我可是付过钱的 你难道不打算给我个交代吗 丁天啊 宋大少爷要交代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李洋 我会收拾他 如果宋大少爷不规矩 恐怕 你会走在他的前面 小语 找我干嘛 是不是想我了 这是可可给你的 慢点吃 别噎着 既然可可不是我的未婚妻 那么有些事一定要和她说清楚 嗯 唉 少爷 这是公司去年的报表 董事长让您看完之后 做一个总结 行 知道了 唉 对了 市场部的业绩单有吗 有的 哼 哼 少爷你干什么 张可可 你陪我一晚上 我让你做公司副总怎么样 少爷请你自重 哼 哼 程可可 你给我装什么呢 你能坐到今天的位置 还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 小爷我要定你了 哼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救命啊 你放开我 住手 哼 李洋 李洋 臭小子 你敢动手打我 李洋你快走 不走 这个时候不给他教训 以后还会骚扰你的 你要教训我啊 来人 少爷 对不起 李洋他不是成心的 滚蛋 臭小子我告诉你 今天没你的事 你最后现在给我滚 怎么没我的事 我可是张可可男朋友 你以后要是再骚扰他 我就打掉你的牙 你要打掉我的牙 不自量力的东西 今天我是把你打财 让你亲眼看着 我跟张可可上床够上 放肆 不许对小神医无礼 小神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刘高富的爹 你不知道刘高富的为人吗 混账东西 你老实交代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爸 是不能怪我 是 是张可可 是他想做公司副总 是他供应我 然后想让你给他升职 是张可可 是他想做公司副总 是他供应我 然后想让你给他升职 不是的刘总 混账 张经理跟随我多年 我知道他的人品 赶紧给我向小神医和张经理道歉 爸 快 对不起张经理 对不起小神医 小神医 今日多有得罪 改让我亲自设言赔罪 行吧 那我们就不继续打扰你教育孩子了 可可 可可 我们走吧 怎么跟可可说呢 可可 那个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那个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李雅 今天太晚了 你要不就在我这里休息吧 可可 既然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休息 我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是啊 那就是喜欢了 我 我先走了 为什么还不动手 等什么呢 时机 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 你 联系一下苏红颜 阴谋轨迹 他比我们在行 是 霍老板 清语公司收购你们厂房的围宽已经打过去了 您今天要是再拖着不签交付合同 我们就等着法院见 行了 我霍山峰拖得起 你们清语集团拖得起吗 你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要苏小姐愿意付出 我随时可以签字交付 无耻 苏老板 你看 放心 好处少不了你的 为了防止他真的起诉你 明天我会把合同打过来 你把厂房转到我的名下 好 没问题没问题 林清涵真漂亮 明天给我带律师过来 不就不信 那个新货的敢耍无赖 诶 明天给我带律师过来 明天给我带律师过来 不就不信 那个新货的敢耍无赖 呃 这是 怎么了 前几天 公司收购了一间厂房 今年我去交接 结果那个负责人 不签合同 还拒不交付 我去跟那李伦 他居然还想睡我 明天我就带一整个律师团过去 我让他看看 马王爷到底几只眼 那马王爷有几只眼 管他几只眼 欺负我老板 不答应 明天你谁都不用带 带我去就行了 带你去 带我 啊 呀 啊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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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去可以 但是你明天不许动手打人 听见没有 苏老板 那个合同已经欠了 那 放心 厂房的一千万 还有答应你的好处 我都会达到你的卡里 苏红颜 原来是你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真卑鄙 你怎么来了 苏轻宇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跟霍老板 在这正常谈生意 正常谈生意 这片厂房的尾款 我都已经付过了 谈什么生意 苏轻宇 你要跟我谈厂房的归属问题是吗 霍老板 没错 我跟苏老板之前就谈好了 我把厂房卖给他 没毛病 我跟苏老板之前就谈好了 我把厂房卖给他 没毛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的合同是刚签的 这是诈骗 说话做事得讲证据 证据呢 嗯 哪来啊 要证据是吗 简单 说 为什么把厂房卖给苏轻宇 苏老板说 给我回客 还有一 混账东西 他让你说你就说 是你 你刚才做了什么 我刚才没法控制我自己 苏轻宇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苏轻宇 事到如今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个交代 是你主动退出 还是我们 好 既然你们想把事情闹大 就别怪我不客气 来人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乱来 我身边这位大美女 可是你们未来的老板 他们只请我这个厂长的 办了他 他们只请我这个厂长的 办了他 你们不就是想要厂房吗 给你们就是了 对对对 算你们是想 走 对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霍山水的 你怎么认识我弟啊 没什么 你和他一样猥琐 喂 是刘弘毅 刘老板啊 李昂 你太棒了 你知道我看到苏轻宇 那个表情 我有多解气吗 你要是觉得我厉害的话 轻我一下 轻一下吧 嗯 你要是觉得我厉害的话 轻我一下 轻一下吧 嗯 不知道苏宇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去看看他跟鸭鸭吧 呀呀 醒醒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妈妈呢 妈妈她 哇 苏宇就是在这儿当保姆 哇 苏宇就是在这儿当保姆 我们进去看看吧 嗯 啊 救命啊 你干什么 你快放开我 先生 你放开我 我真的得回去了 孩子在家里等我 苏宇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 我没认识好几天了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就从路往好不好 我给你钱 我给你很多钱 刘宝 妈的 你敢打我 啊 我就喜欢你 警告的样子 你越警告 我也喜欢你 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谁啊你 你没事吧 我们走 苏宇 你要是赶出去 我就向家政公司举报你 我要你在江州 没有利索之地 你要是赶出去 我就向家政公司举报你 我要你在江州 没有利索之地 怎么着 张帝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只手遮天了吗 我就只手遮天怎么样 苏宇 你听我说 只要你答应我 做我的情人 从今往后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你今天要是赶出去 你可别忘了 你还有个女儿 你回来 你要选跟我女儿 我跟你配合 苏宇 你们先走 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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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为难苏宇母女了 现在知道害怕了 不为难她 也行 你把你带来的女人和苏宇 陪我一玩 只要我玩开心了 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把你带来的女人和苏宇 陪我一玩 只要我玩开心了 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要干什么 苏宇 明天你来我公司上班吧 谢谢你啊 小语 真心羡慕 你能有李扬这么好的老公 她才不是我老公呢 她只是我的 一个臭保镖而已 原来 她是你的保镖啊 来 你尝尝这个 这个好吃 谢谢 谢谢 再尝一块 好吃啊 诶 小语 苏总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回事 你快下楼看看吧 好 好 好 行啊你 老子 你住手 你想干什么 你他妈 行 苏红颜 今天算你走运 别让老子逮到你落单的时候 发生什么了 什么 你欠了笑灭佛的钱 清雨姐 我真的错了 你真是我不好 以后我肯定乖乖听你的话 求求你让我回公司吗 清雨 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他能陷害你一次 就能陷害你第二次 不是的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不敢了 你就原谅我吧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不敢了 你就原谅我吧 好吧 那你明天来公司上班吧 好 谢谢姐 但是你要从基层做起 好 只要是姐姐说的 我都愿意听 还没吃饭吧 走 我带你去吃饭 谢谢姐 小拿开 快点儿姐夫 红颜 你别乱叫 等一下吃什么 我来点 咱们要不要来点酒 我感觉有今天特别人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就是脚晚了一下 我们快进去吧 走吧 干杯 小雨 别喝了 你已经有点喝多了 小雨 别喝了 你已经有点喝多了 没事的 难得红颜改邪归正 我们自然要好好庆祝一下 你也喝 你等一下喝醉了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姐夫 我确实之前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我现在 是真心想和清雨姐姐和解 不过 既然姐夫你都这么说了 那这杯酒 我喝 红颜 你别生气 我相信她 你别捣乱 宋娇阳 苏清雨 你怎么还是那么单纯的 你怎么还是那么单纯的 碧莹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哈哈哈哈 宋娇 我想请你 帮我解决李扬 我凭什么要帮你 这整个江州市 谁不知道 苏清雨是你未婚妻啊 可是那个叫李扬的混账 却整天待在苏清雨身边 这不是给你送上脸上抹黑吗 所以啊 只要你解决了李扬 苏清雨 就是你的了 我娶了清雨 你就可以接管清雨集团了 你就可以接管清雨集团了 宋少 别急嘛 只要你解决了李扬 我和苏清雨啊 都是你的 嗯 今天 我就尝尝 你们姐妹花的滋味 你啊 我又连累你了 你先坐下好好休息 今天露死谁手 还不一定呢 别在那儿弓弄玄虚了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吧 3 2 1 倒 3 2 1 倒 怎么回事 打小师傅就拿我试毒 你们给我下的毒 药性太弱了 什么 那你今天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给我弄他 笑你妈的 洗手 聚水 去要好好教训你们 我抓住他 走 别 别跑 快追啊 别让他那么疼啦 你快追啊 我追不到了 什么情况 用餐体验这么好的吗 小月 你干什么 小月 你要冷静啊 虽然不是第一次了 虽然我也想要 你不是说要还不说 你去追求你 你去追求你 小月 你想要 你来 要想让你去追求你 你去追求你 身份有最大的 我只是想你 Princess 我又不想你 我轻易感呢 妈妈 喂 可可 好 我马上过来 你去哪儿 可可可可可可就那么重要吗 喂 什么 今天早上刘总突然咳醒 然后就昏迷不醒 刘老爷子老当医症 怎么会突然发病 少爷 刘总现在怎么样了 我醒了三十个医生都没用 少爷放心 我把李小神医找来了 刘总一定还有救 张可可你只脑子被驴踢了吧 你说这个臭保镖是神医 少爷 李洋可是救过你的命啊 放屁 那是小爷我身体好 他这个年纪的中医 你现在赶紧带着你这个臭保镖给我滚 刘老爷子现在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我想就算让我进去试一试 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笨 少爷 李洋说得对 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我爸要是我的三长两头 我让你吃表就是他 李洋 怎么样了 你在这 闭嘴 刘老爷子生命体征越来越多 最使寒毒入体 导致的昏迷性 需要对症下来 那现在怎么办 那现在怎么办 要用银针刺激穴位 疏通经络 再用银针勾起氧气 你 感谢小神医的救命之恩 以后我留红衣 定为小神医 马首实战 定为小神医 马首实战 爸 那明晚的生意聚会 要不要推掉 我们家 是江州的十家大族 这种活动不能缺席 这样 你和张经理 先去汇城帮我照应着 好的 刘总 刘总 刘总现在身体还不太稳定 我怕出什么意外 要不 明晚你陪我去会场吧 也行 走吧 定为小神医 马首实战 爸 那明晚的生意聚会 要不要推掉 我们家 是江州的十家大族 这种活动不能缺席 这样 你和张经理 先去汇城帮我照应着 嗯 好的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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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现在身体还不太稳定 我怕出什么意外 要不 明晚你陪我去会场吧 也行 走吧 要不 明晚你陪我去会场吧 也行 走吧 宋焦联合大小企业 迭聚亲衣集团 现造红图集团 不是亲衣集团唯一的希望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要你 李扬 你怎么来了 你说你长得人母狗样吗 怎么说话过世 这么让人恶心呢 李扬 你又打人 我是你的贴身朋友 帮你解决色老 你以为你救了我吧 就可以在我面前守卫房 你以为你救了我吧 就可以在我面前守卫房 上次让你跑吧 这次我找不了你 来人 我告诉你 苏轻宇 我今天睡定了 你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聚会 把他拖出去 到一会儿给我装 你们要干什么 谁说他没有资格 他是我苏轻宇的老公 我们是代表轻宇公司 一起来的 还想包庇她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小子的女朋友 是张可可 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快过来亲爱的 让我好好抱抱你 我们走吧 找一个 只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地方 我们走吧 找一个 只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地方 李扬上厕所 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清雨姐姐也在这儿啊 对了 我听说自从姐姐接手 其公司后 客户流失 股东退股 看来姐姐对集团 还真是智里有风啊 还不是被你们这两个 狼狈为奸的家伙害的 狼狈为奸 你不过是刘家手下的 一条狗而已 敢这样跟我说话 那宋少风沙 清雨集团的行为 是狗级跳墙吗 你 小帅哥啊 我注意你很久了 清雨集团啊 马上就要破产了 你跟着苏清雨呢 是没有好结果的 要不然 你出个假 我来包养你怎么样 就你 躺着和趴着我都分不清正反面了 找你 我还不如找根电线杆呢 是 我的身材啊 是没有清雨姐姐身材好 但是 我比清雨姐姐年轻啊 而且呀 我会的花样 比清雨姐姐不知道多多少呢 怎么样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我为什么要考虑 你永远都不如小雨 什么都不如 好 各位 清雨集团总裁苏清雨 为了总裁的位置 设计陷害我 害我被逐出苏甲 这样立语熏心的清雨集团 我们就该联合起来抵制才对 没错 和他们清雨集团合作过的都知道吗 他们清雨集团 朝鲜刻刻分立不让 跟他们合作根本赚不到钱 我们集体抵制清雨集团 对 对 抵制 对 抵制 抵制 怎么没有他们这么多生意啊 怎么可以这样做 抵制 不是我们分离不让 实在是 公司的产品保质保料 实在是低不下去价格 保质保料 我们宋家的化妆品质量难道差吗 价格照样低于市价三倍 宋家阳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公司用工业原料 冒充天然精华 一旦有肌肤敏感的顾客出现了问题 和你们宋氏有关的企业 一个也跑不了 不会吧 他是做生意的 这样做的 大家放心 我们宋家虽然用的是工业原料 但我保证 对皮肤没有任何伤害 对皮肤没有任何伤害 估计也没有任何美容效果吧 少在这装算了 美容嘛 大家都是在割韭菜而已 况且我就不信了 其他的顾客用了你们清语集团的产品 就能返老还童吗 你这是偷还概念啊你 返老还童不至于 但最起码能年轻二十岁 这真的太可笑了 年轻二十岁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在这大放厥词了 对了晴蜜姐姐 今天啊来聚会的可都是江州市的商业大佬 你的保镖应该不会是在这里骗我们的吧 对 有东西就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要是拿不出来 那就是在欺诈我 那我们就联名 让清语集团在江州除名 巧了 我今天刚好戴了 这是什么呀 一个高浩天啊 就想拿这种东西糊弄我们 不是说能年轻二十岁吗 证明给我们看啊 当然可以 在座的谁想尝试一下这养福贴的效果 这能行吗 我来 这一看就是个三无产品 苏清宇 我警告你 要是刘少在这个土包子手上毁了戎 这一看就是个三无产品 别说是你们清语集团了 就是你们整个苏家都得跟着陪走 你们俩 Coffee 叫你赶紧 我 hides 你 我呢 你 你 这就是我们公司为欣赏 多想合作的宴会结束后 私了 我愿意跟清语集团合作 我也愿意和清语集团合作 我也愿意 我看谁敢 你们都是收了我的钱的 谁要是敢跟清语集团合作 就十倍赔偿五月金 叹道了吧 苏心语 只要我们不和你们清语集团合作 你们清语集团就算有再好的产品 也买不到原材料 更卖不出去 我愿意和清语集团合作 我宏图集团愿意与清语集团合作 并且出资百亿 来帮助他们的最高生产 想和清语集团合作的企业 大胆合作 至于宋家所说的那些赔款 我会请江州最知名的律师 来帮助他们 我们南亚集团愿意和清语集团合作 我们也愿意和清语集团合作 我们也愿意啊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和小神医学习学习 你现在打发了他的一半 我也早就把警察交给你了 真的呀爸 师父在上 先受图案一拜 爸 爸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希望的 师父 苏红颜 一心惦记是清语集团的总裁之位 不堪大用 你们没一个靠得住的 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去 给苏红颜加派点人手 今天我要见血 是 等等 李扬的全部资料 我送回来 老公 我查清楚了 李扬那小子 能成为刘家的鬼客 是因为救了刘红颐一命 至于那个龙颐 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现在已经失踪了 不足为奇 这么说 这个李扬 还是个优势的宝标 对 我来啊 还得找小语 这次啊 说什么也要把他跟李扬分开 对 顺便叫上焦阳 焦阳虽然很久没有和小语联系了 但他心里肯定还是喜欢我们家小语的 你说得对 事不宜迟 咱们呀 马上走 对 走 走 走 这个叫林青函的长得可真漂亮 龙王殿第二季好像更新了 李扬 有一家情侣餐厅我想去很久了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去啊 有好吃的干嘛不吃啊 虽然我们不是情侣 他还能查我们不吃 鱼木脑袋 鱼木脑袋 干脆直接说了吧 李扬 我们相处了那么久了 我 挺喜欢你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 不是说去吃饭吗 咱们还坐在那儿 快走啊 哎呀 笑语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重新安排你跟焦阳的亲事 李扬 李扬就屈屈一个宝妖 他 长得豪门大兽才可以 虚言复识 为力士 你 我今天也想知道 我在你们心里 到底算什么 宋焦阳一边追求我 一边脚踩几条船 你们到底是 李扬 你有什么勇气和李扬指责我们 啊 我们为了跟你找幸福 连你爷爷定去的婚约都不够了 可你去 就是 爷爷要是知道 我连婚约对象都没有见到 就和李扬谈了 小语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才 哼 你们可真有意思 一口一个为了小语好 结果转头就把小语嫁给像宋焦阳那样的人渣 你们就是这么 说我宋焦阳是个人渣 什么 小语 你这个保镖 胆子可真够大的 焦阳 来得正好 刚才我让小语去找你呢 你还专门跑这一趟 多劳务时间呢 苏远山给老子滚远点 焦阳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就是想干掉李扬之后 顺便解决了你们苏家 不是 小语不要跟我们开玩笑啊 放开 谁他妈跟你们开玩笑 李扬 都是因为你 你们你把这下跪 立刻 就是 为什么 你们两个是没睡醒啊 这 命令我 你们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不贵 送到上路 谁敢跟我苏红颜抢人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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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颜 你来得正好 你怎么对付李扬呢 我们不管 我们也管不着 刚才我听你说 你要灭我的苏家 这事 你不得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交代吧 啊 啊 苏红颜抢人呢 苏红颜又来干什么 你别误会啊 苏家的存亡 我根本不在乎 我呢 只是想解决了李扬 和苏清雨 好 那 那什么 你要杀他们两个 是不是和我们两个没关系 爸 你们 小雨啊 你得要理解我 你要是没了父母 就彻底没有了 那 我们俩如果没了女儿 还能 在手里 会一万不奖 你们要是挂了 我们也能给你们授权诗啊 所以 你们先弄我 别客气 我们可以走了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吧 我还要和小雨一起去吃饭呢 这么着急啊 好 你 给我弄死他 这里啊 好像有点本事 哎 还不快走 那两位啊 是我的朋友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我替他们道歉 对不住了啊 你倒是会说话 这一次我不和你进去 下一次 一个也走不了 好好好 那不是 那不是咱江州市号称 孝缅佛的安眠大佬佛爷吗 他怎么对李扬这么可信啊 你说 这个李扬 不会比佛爷势力还大了 这就是童谣 这不是像缅佛吗 你当我道了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啊 胆道了 这就完事了 你得给我们赔钱 有这个护工费 六十个 干嘛 小语 不是说好一起去吃饭的吗 李扬 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啊 毕竟我爷爷还给我定下了婚约 可是我们都已经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婚约对象 跟他解除婚约的 苏宇 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苏总 我想借李扬用一碗 不是啊 别误会 我大学同学 邀请我参加 历经酒店的同学聚会 我是有带了老公 可是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所以我想请李扬 假装成我男朋友 我没问题啊 李扬你呢 可以啊 那你去陪我回家换个衣服吧 嗯 李扬 嗯 记得回来接我下班 好 走吧 你竟然都去了 为什么不直接弄死李扬和那个贱人 就是 你不会是 我查不到李扬的任何资料 而且从他前几次出手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内进中期的武者 内进中期的武者 那怎么办 要想杀他的话 必须找一个跟他实力相匹配的武者 那 你能找到内进中期的武者吗 只要二位的前导位 没有我校面府办不到的事 那最好 伯爷 为了这两个货色 得罪一个内进中期的武者 他们不知道 不过能够利用他们两个 控制宋氏集团和清雲集团 那就值得吧 今天鸭鸭怎么不在家了 今天鸭鸭怎么不在家了 苏云 苏云 你没事吧 李扬 鸭鸭是时候该有个爸爸了 你有男朋友了 恭喜恭喜啊 李扬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要拒绝我好不好 喂 你好 我现在有空 什么事 历经酒店是吧 刘老板放心 我保证的 不过我今晚有点事情 可能要晚点 你们先吃着啊 他不会讨厌我吧 他不会觉得我是个随便的女人吧 天哪 苏云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这身打扮真好看 我们走吧 你跟那个苏斑花认识啊 认识 苏斑花 你可终于来了 我们可真是等你好久了呢 你 你们认识啊 认识 清语集团的一个臭宝安 跟一个宝安聊什么呀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 是我男朋友 宏图集团做钢管的 这个 是我们苏斑花 苏斑花 你好 亲爱的 我们先进去吧 亲爱的 走 陈先生 刚才您说的那位李阳李先生已经来了 啊 那他人在哪 他在人自八五报箱 参加同学会 他说的那件事原来是同学酒会 那这样 你把我珍藏的酒给他拿过去 一会儿我过去亲自给他敬酒 好的 来 那个 苏斑花 方便问一下你跟你男朋友是什么关系吗 是已经那个 霍先生 霍老板 霍老板竟然认识商业大佬刘先生 真厉害 是啊 真了不起 听说刘红毅今天晚上就在丽金酒店吃饭 你这么厉害 不如把他救过来 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 嗯 见刘先生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刘先生日理万计 是你这种小次老说见就见的吗 不过 苏斑花你要是想见的话 晚上跟我一块 我来安排你一下 霍先生 该不会压根就不认识刘先生吧 还是说刘红毅连给你敬酒的时间都没有 看来你在刘红毅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吗 说的有道理 是啊 最后老板 你会不行 抱歉 打扰一下 这个呢 是刘先生特意给大家安排的酒 祝大家永参愉快 这瓶酒价值二十万 刘先生 为什么送咱们酒呀 不会是 霍老板吧 看看 看看 刘先生 这瓶酒 我也先让你法 thor 摊底下 那算 不认识 这瓶聚 除iv 两个小 arcade Am 这迂下 特票 感谢观看 那差不多了吧 我过来敬你一杯 这位霍老板是你朋友吧 他仗着和你的关系 故意占我女朋友便宜 你能和这种人结交 看样子你刘弘毅 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看来小神医你是误会了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草包 你是不是骗子 怪不得我对你 要敬你都不给我 这位女士 请你冷静一下 小神医 这里实在是太乱了 要不请你到我的包厢 我好好谢谢你 不用了 时间不走了 我们回家吧 嗯 先生 等等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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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带我回家吧 我 别碰我男朋友的手 我们回家吧 我们回家吧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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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洋还不来接我 他该不会真的和苏宇 不会不会不会吧 你还知道魂 韩经理 下次记得敲门 找我有什么事吗 苏总 关于我们公司的亲养养服帖 我有些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 边吃边谈 韩经理 现在是下班时间 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找我吧 苏总 难道你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凭我的学历和经验 我可以去任何一家大公司 我为什么要留在亲养集团 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韩经理 这里是公司 请你注意言辞 为什么 难道我还不如那个臭保镖 小语 我来接你了 李洋 你们还有工作要谈吗 没有了 我们回家吧 苏清语 错过我 你别后悔 喂 送上 今天做苏语的男朋友很开心吧 苏语不错吧 身材怎么样 我让你来找我 那是五个语的男朋友 我要找他 我认识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他们这是侵权 立即给我安排律师 喂 苏清雨还这么淡定呢 我接到工作人员报告 说你们清雨集团 在帮我们宋市的青阳养肥帖打广告 真是万分感谢 不客气 你就等着我的律师函吧 去把韩松给我叫来 苏总 韩松他早就离职了 什么 苏总 苏总 苏总你没事吧 小语你醒了 小语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 青阳养肥帖的项目出现了问题 我一定要去找宋焦阳 小语你先休息 青阳的项目我去找宋焦阳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可 李扬 李扬 可可斗不过宋焦阳 你赶紧追上他 好 喂 把师傅一个忙 苏宇 麻烦你照顾好乔宇 嗯 宋焦阳 你像条疯狗一样 缠着小语有意思吗 张可可 我去跟你明说了吧 没有得到苏清语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过 你要是把我赔开心了 说不定我就放过他了 那就是没得谈了 行 那返院见 我这儿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那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觉得呢 可可 李扬 李扬 你竟然敢到这儿来 这是宋氏集团 我能让你在这消失 不留任何痕迹 是吗 今天我大家看看 宋少是怎么让我消失的 保安 把他给我带到 你也下了吗 我让你绑他 刘少 宋少不是说今天要让我消失的吗 我跟你说 你别乱来啊 要不然 青阳养服帖的这个生产精英权 你永远也拿不着 师傅 我办事你放心 我已经把整个宋氏集团收购 并且 第一价卖给了青阳集团 现在宋氏集团 就是青阳集团一个子公司 生产精英权 自然归在青阳公司名下 好 表现得不错 谢谢师傅夸奖 可可 我们走吧 李扬 师傅慢走 你等着这事没完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把他给我扔出去 给新的碗头帮我饰 快点 苏清宇 你最终 还是落我手里了 宋乔要你这个人渣 李扬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放不放过我那是以后的事 至于现在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以为你还是宋家大少吗 宋小姐 用这种方式把您请来 还请您原谅 我们呢 也是拿钱办事 不过您如果愿意出钱的话 我们也能帮您 杀了宋娇阳 伯爷 伯爷伯爷 我 我有钱 我还有钱 伯爷 清语集团刚刚接管宋氏 还存在很多冲突 只要您能帮我干掉李扬 我可以帮助您接管清语集团 甚至宋氏 好 成交 事成之后 苏清语就交给你处置 大人佛爷 您之前是守过那么多次 是不是也该拿出点实力来了 说封 外进后期的武者 对付一个李扬 可谓是绰绰有余啊 去 把李扬给我引来 是 去 把李扬给我引来 是 要想救苏清语的话 买血糖 是 宋大少 出高甲 要你的命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帮你啊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好啊 烧乎他 我 我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误会 都是误会啊 误会 你们要再对小语动歪心思 就和她一样 不会了 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 我们啊 已经派人去请诉小姐了 马上就 李昂 老子金 李昂 我让你去请诉小姐 你怎么给绑来了 还不快松跑 李昂 小语 你没事吧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我们走吧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我们走吧 小语 你没事吧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我可累坏了 我先进去休息了 小语 你没事吧 我真没事 累的是李昂 又干什么 李昂 你今天冬闷虚跑得一定很辛苦吧 我们想给你按摩一下 让你好好的舒服一下 你今天冬闷虚跑得一定很辛苦吧 我们想给你按摩一下 让你好好的舒服一下 行吧 就是要哪里 啊 舒服 等一下 有点疼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有点疼啊 这里怎么没法过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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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李昂 你醒了啊 啊啊啊啊 你们干什么 我给你挤牙膏 刷个牙吧 我给你准备了毛巾 先敷个脸吧 我给你倒了水 挤把脸吧 我不洗脸 我也不刷牙 我就吃早饭 哎呀 不如我们去吃港式早茶吧 去吃重庆小面吧 去吃上海正间 不如我们去吃港式早茶吧 去吃重庆小面吧 去吃上海正间 那个 我想起来了 刘红义找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有一个办法 能证明李扬 喜欢谁 什么办法 李扬这小子 这次算他走运 下次非得扒了他的皮 还有那三个小娘们 再让我碰到他们 我一定 嗨 佛爷 你能不能 再绑架我们三个一次 佛爷 你能不能 再绑架我们三个一次 你们怎么没点麻将啊 对呀 香油也没有 醋呢 三位啊 你们就凑合着吃吧 吃完了赶紧走 你们留在这儿 容易被人误会 哎呀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嗯 一会儿我们吃完 把我们三个绑起来 跳沙奥管 全听你们的 嗯 你们 也坐下来吃啊 嗯 吃吧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不饿呀 那 我们吃 你们吃 拿下 喂 小语 啊 宋江洋 你放手 李洋快救我 李洋快救我 我屁股 啊 哎呀 哎呀 这个不错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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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错 嗯 好吃 嗯 好吃好吃 你们这里空调是坏了吗 怎么这么热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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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西瓜就好了 有 嗯 好吃 哎呀 西瓜 哇 大西瓜 这不切开怎么吃啊 这 小面缝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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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李洋 真好 跟我没关系 李洋 他摸我屁股 哎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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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棒了 你好累 你敢欺负我的女人 谁欺负谁了 我们没有欺负她们啊 怎么那么欺负人 我们在公司里聊事情 突然就被这三个女人给劫持了 把不把要我们点火锅啊 谁抱的紧啊 我抱的 让我们大家一起到警局把事情交代清楚 李洋 李洋 你累了吧 我给你捏捏尖吧 李洋 你热了吧 我给你扇扇风 李洋 你渴了吧 喝杯水吧 哼 哎呀 好无聊啊 要不然 我们做点什么吧 嗯 那我们 要不然我们做点什么吧 嗯 那我们 一起来看龙王殿啊 打开微信小程序 搜索九州小剧场 就可以观看了 里面有个叫林青涵的 长得可漂亮了 那是林青涵好看啊 还是我们好看啊 当然是林青涵好看啦 她不仅 喂 干什么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们啊 真的是 还是我的林青涵好看 这个叫做白石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没我算 嘿嘿嘿嘿 李洋 是我们好看呀 还是林青涵好看呀 是我们好看呀 还是林青涵好看呀 Sap protecting myself 呵呵 嘿嘿嘿嘿嘿 呃 嗯 嗯 这个是煤炭吗 这是我为你做的可乐鸡翅 啊 快尝尝 你这是什么呀 都烧焦了 里昂 我给你包了鱼汤 你要不要尝尝 鱼汤好 我最爱喝鱼汤了 小鱼那么可爱 人家下不了手吗 哎呀 小鱼那么可爱 人家下不了手吗 不过我放了银呢 你尝尝 要不 还是我来做饭吧 好 我去帮你 要不 我们还是出去吃吧 李昂 我这块好吃 你尝尝我的 谢谢 李昂 尝尝这个 这个好吃 好 尝尝这个李昂 这个好吃 李昂尝尝这个青菜 青菜好吃 李昂尝尝这个青菜 青菜好吃 尝尝这个 这个比较好吃 嗯 李昂尝尝这个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吃我的 这个 是我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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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这个 尝尝这个大葱 这个 尝尝这个 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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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扬 是我的 我到家了 谢谢你们送我回家 你们 来都来了 要不要进来喝杯茶 嗯 李扬 你就这么喜欢喝茶吗 怎么了 喂 你说什么 喂 你说什么 怎么了 我妈出事了 妈 大夫 我妈怎么样了 这位患者家说 我们是第一医院 请务必相信 我们第一医院的能力 笑语 我来看看 哎 干什么 患者现在还不稳定 你现在 大夫 他懂医术的 你就让他看看吧 你要是相信这种 外来的江湖骗子 很有可能会导致患者 不可逾辜的后果 我们还是等化验报告吧 传承青年的妄文问气 怎么就成江湖骗子了 诶 住场 患者家属 我警告你 要是因为你轻易相信江湖骗子 而导致患者丧失生命体征特征 你 诶 住场 患者家属 我警告你 要是因为你轻易相信江湖骗子 而导致患者丧失生命体征特征 你 这 这是 妈 你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 忠义是西医的祖宗 哼 小语 妈 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小语 妈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医院 我爸呢 哼 幸福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当初你小的时候 你那个不靠谱的爷爷 就让你和浅龙山一个毛小子定了婚约 现在你长大了 你爸爸也不要我了 啊 就让你和浅龙山一个毛小子定了婚约 现在你长大了 你爸爸也不要我了 啊 妈 你那么高兴是什么意思啊 妈 你别动气 来 赶紧躺下 啊 难道 李扬她就是 李扬 你和小语 福克 最近我待在你身边 是我以为你就是我的未婚妻 所以 所以小语才是你的未婚妻对吗 是 真好 真好 你放心 我以后是不会再打扰你们的 对不起 李扬 李扬 遇见你 这辈子 恐怕不会再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